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 以色列禁止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安若尔运作的重大影响 这一禁令不仅引发了全球的谴责 还可能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安若尔在提供基本医疗 教育和人道援助方面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而此举将剥夺数百万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然而 这一决策背后的动机却复杂而深刻 以色列指控安若尔与哈马斯有密切联系 并指责其员工参与恐怖活动 反观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安若尔是防止人道灾难恶化的唯一屏障 随着援助的减少 加沙的局势将变得越发严峻 数以万计的生命将面临威胁 同时 我们还要关注另一个关键议题 健美界的健身药物问题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 许多年轻人被吸引进入危险的研究化学品市场 这些药物对健康的危害不容小觑 这样的现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专家们呼吁加强对这类药物的监管 以保护青少年不受其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以色列禁止 安若尔的决策 与其无可避免的影响 在地中海沿岸的贫困非地加沙地带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安若尔已然成为一个无法替代的生命线 这个组织提供的医疗 教育 以及心理支持等服务 犹如一道坚实的防线 守护着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基本生计 然而 当以色列国会突然决定 禁止与安若尔的任何接触时 这一举措无异于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 NBC新闻报道中 这项禁令引发了巴勒斯坦人 全球援助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普遍震惊和愤怒 援助机构担忧 安若尔的运作受阻 将使原本艰难的情境雪上加霜 以色列政府指控称 安若尔内部 广泛而深入地 被哈马斯渗透 并将某些员工牵涉到恐怖袭击事件中 作为回应 安若尔解雇了一批员工 希望平息指责 然而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 虽然安若尔并非没有瑕疵 但它是唯一可以减缓加杀人道灾难恶化的屏障之一 反贫困慈善机构 Oxfam America的和平与安全主任斯科特 保罗强调这一点 他指出 撤走安若尔的支持 实际上是撤走人们最基本需求的保障 隐藏的阴谋与巴勒斯坦人的困境 许多巴勒斯坦人将这一禁令 视为以色列的最新策略 意在使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难以忍受 巴勒斯坦国家倡议政治党的负责人穆斯塔法 巴尔古提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表示 这将对现场造成可怕的影响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 这一举措不仅关乎当下的生存 更关乎其在1948年纳克巴事件后重返家园的希望 安若尔自1949年成立以来 便一直致力于向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援助 如今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批评 安若尔作为一个联合国内的独特机构 其任务范围过于广泛 并且没有结束期限 批评者认为 安若尔在维持巴勒斯坦人身份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也可能强化了难民身份 未能促进整合和重新安置 这一观点引发了对安若尔未来走向的广泛讨论 教育与医疗的双重挑战 在战争爆发前 安若尔在加沙和被占领的西岸 设有近400所学校 满足约35万名儿童的教育需求 然而 如今这些学校已被迫停课 建筑物被转为临时避难所 而原本的教职员 则变成了避难所管理者或援助分发者 即便是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下 安若尔仍然努力维持22个医疗机构中的一半运作 约1500名医疗工作者 依然坚守岗位 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近乎所有加沙的居民 至少经历过一次流离失所 60%的建筑物 在冲突中受损或摧毁 即便如此 安若尔仍成功地向超过100万人提供基本食品 并为60万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水 即便如此 这些援助仍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 饥荒的风险正逼近 人道工作者警告 没有安若尔的支持 局势将更加严峻 国际谴责与双重标准 以色列的法律受到了全球谴责 英国外交大臣大卫拉米称其未完全错误 爱尔兰 挪威 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 则在联合声明中对此表示批评 然而 美国在以色列指控后 尚未恢复对安若尔的资金支持 这无疑加剧了该机构的财政困境 曾经是最大捐助国的美国 如今其支持已中断 使得安若尔面临8000万美元的年度赤字 以色列不仅对安若尔提出严厉指控 还批评整个联合国系统 UN Watch等亲以色列组织指出 去年联合国大会对以色列的谴责高达14次 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谴责仅为7次 这种双重标准的指控 让国际社会对安若尔的未来持怀疑态度 安若尔的自我辩护与未来挑战 安若尔对以色列的指控进行了逐一反驳 该机构指出 其3万名员工中仅有0.2% 因与哈马斯有关而受到调查 安若尔也公开谴责了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和以色列军队 对其设施的使用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委托对安若尔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该机构在实施 零容忍政策方面 仍需努力 以色列国会通过的法律将在3个月内生效 这将使安若尔无法使用其位于东耶路撒冷的总部 进一步限制其在加沙和西岸的工作 以色列外交部表示 将利用其他国际机构 如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来分发援助 但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 这种替代方案显得不切实际 安若尔负责人菲利普·拉扎里尼 向联合国大会发出警告信 安若尔帮助确保了加沙的生存 并维持了对政治解决的希望 我的员工付出了超过我们有权要求的努力 在这一背景下 安若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他将如何适应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 仍是未知数 肌肉公司健美药物的新前沿 同样振动世界的 不只是政治与人道问题 还有健康领域的颠覆 健美界正见证一场 由社交媒体推动的性能 增强药物的爆发 在LJZERA的报道中 这些被称为研究化学品的新型药物 正迅速在年轻人中蔓延 带来了健康危机的警报 这些化学品的潜在危害性 令人不寒而栗 它们与器官损伤 心脏衰竭 以至于死亡密切相关 然而 这些药物在法律上被禁止的情况下 却依然在社交媒体上肆意传播 这种漏洞让家长和专家呢 感到深深的焦虑 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 极易受到这种不良影响的诱惑 小明的故事 一个警醒的案例 想象一位年轻的健身爱好者小明 在社交媒体上 被某位健身网红的视频吸引 内容展示了 如何通过某种研究化学品 迅速增肌 小明心中燃起了渴望 于是开始寻找这种神奇的药物 他在一个看似合法的网站上订购了几瓶 期待着自己的蜕变 然而 几周后 小明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 他感到胸口剧痛 呼吸困难 甚至在健身时出现了晕眩 医生诊断出 他的心脏出现问题 这与他使用的化学品有直接关系 小明的遭遇并非孤立 许多青少年 为了追求完美身材 而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 社交媒体的影响与未来展望 在这个致命的市场中 供应商和营销者 利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 将这些危险药物 推向年轻受众 他们常用吸引眼球的标语 和华丽的图片 让人误以为 这些药物是安全的 甚至是必须的 这一现象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多专家呼吁 加强对这些药物的监管 提高青少年的警觉性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 青少年需要学会辨别真伪 明白健康的身体 并非依赖药物来实现 健身应该通过合理的饮食 和科学的训练来达成 而非冒生命危险 追求短期效果 各界应共同努力 为青少年 创造一个更安全的健身环境 让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远离这些危险的化学品 无论是人道主义危机 还是健康领域的挑战 这些故事强烈呼吁着一个 更具责任感 与同理心的未来 这不仅仅是政府 和国际组织的责任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以色列禁止恩若的行动 确实可能导致巴勒斯坦人 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恩若在加沙地带 提供着不可替代的基本服务 就像是这个地区的国家机构 如果没有它 加沙的200万居民 将面临生计困难 这对人道主义的损害 是不可估量的 以色列的指控固然需要重视 但全面禁止的做法 似乎过于严苛 硬考虑到平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楚天书 相比于无条件的支持 恩若的运作 必须认识到 以色列的安全顾虑 哈马斯对恩若的渗透指控 并非空穴来风 这个组织在某些方面 确实需要进一步的审查和改进 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的安全 毕竟他们长期面对着 来自家杀的威胁 恩若需要展现出 更加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以消除各方的担忧 也许这样的措施 可以引导出更长远的解决方案 而不仅仅是 人道主义上的短期救济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恩若长期以来在困难环境下提供的援助 正如1949年成立时那样 对于巴勒斯坦难民来说 至关重要 以色列的安全考量 不应该以牺牲200万加沙居民的 基本生存权位代价 国际社会可以寻求更好的监管 和改进恩若的运作 而不是全盘拒绝 正如马修、米勒所说 恩若尔若消失 凭您将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 楚天书 你所提到的援助确实重要 但当涉及安全风险时 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国际社会的监督 以色列的担忧来自于事实上的攻击威胁 这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问题 同时 恩若作为一个组织是否应该一直存在 还是需要转型 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或许替代性的支持渠道 可以减少对单一机构的依赖 并在保障人道主义的同时 提升地区安全 即便如此 将恩若排除在外 可能会导致加沙的情况更加恶化 即便以色列提出 使用其他机构 如世界粮食计划署 但这些机构 能否在复杂的加沙地区立即生效 还是未知数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机构突然撤离 往往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以色列应该与国际社会合作 寻找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禁止和排斥 楚天书 历史也告诉我们 长期的依赖并不一定能解决根本问题 以色列的行动或许可以被视作一个契机 推动恩若进行内部改革 甚至激励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运作机制 这个转型同时也应该依赖于国际社会更有效的介入和支持 或许有一天 巴勒斯坦人能够自主地管理自己的基础设施 而不是依赖外部的援助 这也是一种自由 我是评委合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这场辩论中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观点各有千秋 反映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复杂情势 楚天书强调了以色列禁止安若瓦的行动 可能给巴勒斯坦人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 他对安若瓦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的必要性 提出了有利的论据 他的立场体现了对人道主义的尊重 并且强调了国际社会在监管安若瓦运作上的重要性 这使得他的辩护更具体系性和前瞻性 然而谢琪琪则从安全的角度提出了反驳 指出安若瓦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强调以色列对自身安全的需求 他的观点强调了在面对安全威胁时 对安若瓦的质疑是合理的 并提出应寻求更有效的替代方案 这种以安全为重的思维方式 反映出对当前局势的真实担忧 但同时也可能忽略了人道主义的急迫需求 整体而言 楚天书的立场更具同情心 他的陈述强调人道主义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高度紧张的地区 而谢琪琪的观点则较为理性和防卫 强调了在危机中的安全考量 二者的辩论展现了人道主义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与平衡 这是当今社会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谢琪琪提出的 安若需要改革的观点是很有启发性的 这一建议不仅能促进组织的透明度 还能引导巴勒斯坦人朝向自我管理的方向发展 然而这样的改革必须建立在对现实需求的清晰认识之上 否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 总体来看 两位变手的表现都十分出色 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问题的复杂性 未来的讨论应该更多的聚焦于 如何在保障人道主义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 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点 这不仅是对巴勒斯坦人 更是对整个中东地区的重大挑战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